好,哈喽,大家晚上好 故事纯属虚构,且无迷信 然后这个是玄幻小说,且无迷信 我们今晚来测一下这个直胜子女喜欢去K哥吗 然后这个牌,第一牌是直胜,第二牌是直女 然后先看一下直胜的牌,拳杖八,世界牌逆位 这个是女技师逆位 这个牌感觉下来就说 直胜对这个去K哥的话还是很感兴趣的 很感兴趣的,因为拳杖八嘛 那就是一种行动牌 拳杖八也是,就是说这个事情 也是让他就说很感兴趣 是比较喜欢去唱歌的 然后这个世界牌逆位 世界牌逆位代表这个牌上面这么 这个人是一种放松 就是比较relax的这种状态 然后就感觉他喜欢去唱歌的 觉得唱歌能让他放飞一下自我 让他就是说感觉在休闲 或者像度假或者是这种状态 然后让他很放松 他是非常喜欢这个 还是比较喜欢去唱歌的 然后唱歌的话也是 可能会点很多歌呀 对吧 这个人想在点歌一样 可能会有跳舞啦 可以蹦迪啦 可能都会有啊 然后这个 好 女技师逆位 也是代表啊 他平常的话就是说忙着他接线之路 然后再啊 施展他法力啊 去作战去打仗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是女技师这有个魔术师的人在弄这个啊 所以话平常是很谨慎的状态 就是忙着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是冷静的状态 但是他如果去唱歌的话 他就会啊 比较那个放松一下的这种好 也一点状态就放飞自我了 这种感觉好 有点这个意思 因为你技师逆位的话 他就是说啊 他可以唱歌啊 可能很多啊 好 可能会点很多啊 然后去唱歌呀 然后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那个样子啊 这种放这个牌都是比较啊 要做回就说可以终于可以休闲一下 可以做回自己让自己得到一个啊 整体的啊 放松状态 然后是一个啊 不会像平常那么要天天的做自己的进行制度 也是挺忙的啊 然后这个休闲时间 他可能会有时间 他就会可能会有去唱歌之类的 然后还是比较喜欢唱歌的啊 就是说还是很啊 热爱这个去K歌啊 这些的啊 感觉他就说 去唱歌的话 让他可以发发释一下这些辛劳啊 这些辛苦呀 然后啊 然后感觉也是 对他来说的话 就是这张牌都是啊 是一个比较喜欢的爱好 还有可能他会跳舞吗 这种都会有的感觉 因为这个全帐八的话是 还是对唱歌比较热情的 世界牌 另外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 不错不错 还会点一些很多东西 然后女技师另外也会魔术师 回到魔术师 那么代表就是说 好 他就可能会唱的歌还挺多的 因为女技师另外可以回到前一张牌 魔术师吗 就说他可能还会挺多歌的 这个样子 因为魔术师的话是可以展现很多这个 可能可以唱各种歌啊 什么都唱的那种感觉 所以只剩去唱 比较喜欢唱歌 如果去唱的话 应该会唱很多歌 可能还可以跳一跳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人是站在这里 在这里屋嘛 你看这个人 有这个样子 所以的话还唱歌 去黑歌是他一种 可以休闲的一种 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 然后比较让他觉得 然后有点放飞自我 那么他还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在他的这个惊险之路之余 然后这个子女是什么样子 子女是平昌 就是说他影视牌立位 这个是宝剑式立位 这个是心必八正位 影视牌立位 代表那个主牌吗 这张是主牌 影视牌立位就说 他如果正位的话 他平常会就说 呆着的 比较影视是 一个老子喜欢自己 独着呆着 然后自己慢慢的 体就是感受生活的这种 还有一个修炼自己 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非常的 比较理直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叫他去唱歌的话 他也会去 但子女唱歌应该是很不错 因为这个影视牌 这里有个这个火 子女唱歌的话会 因为回到这个 这个力量牌 影视牌立位 那代表他唱歌也是 很不错的 影视而且是有经验的 可能以前也会去唱歌吧 去K歌吗 这个样子 所以的话 子女的话 平常是 自己可能带的比较多的 忙着自己的事情 对吧 然后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要 就他事业啊 工作啊 这些都是他比较忙的 这些事情 然后也喜欢独自带着 但是如果有人去叫他唱歌 他也会 在休闲的时候 然后他不忙的时候 他也会去的 对他来说是一种 一种解压的方式 这种感觉 就说他在工作之余 做事业之余 然后会去 也会去 但是还是还可以 还算如果他 就是说他也不会去了很多吧 不会去了很多 这个跟子生的差不多 因为他这里牌都是他比较忙的一个状态 忙的状态 然后闲暇那么他会去 而且唱歌也不错嘛 因为赢者也是比较有经验 好的智慧的这种老者嘛 说明唱歌还可以 然后可能就说他是以工作为主 然后可能去的不会太多的感觉 因为保健是立位嘛 就是他如果喊他去 他也会有时候去一下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两组看起来的话 准备一下就是子生还挺喜欢唱歌的 但是他也是比较忙 比子女感觉还更喜欢 更热情的那种感觉 这一话就说可以去 然后不忙了 然后他就也可以也会去 就这个样子 那么就总结一下 就说到这里 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且无迷信